美人鱼公主和美人鱼王子 作者仁爱国小三年级黄子燕 有一只美人鱼 它的皮肤很白 头发是咖啡色的 很可爱 它是一位公主 那个国家的美人鱼都很喜欢它 因为它喜欢为别人服务 有一天 它被一个住在海里的巫婆抓到海底洞穴里 然后皇后就叫美人鱼士兵去找美人鱼公主 但是美人鱼士兵们怎么找就是找不到 美人鱼公主觉得很害怕 刚好附近有一位王子经过 看到了它 觉得很美丽 所以王子就把它救出来了 巫婆看到了很生气 所以巫婆决定把美人鱼公主变成人 然后就会淹死 王子听到了就带公主离开 最后 美人鱼公主 巫婆决定把美人鱼公主结婚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台直播的RTi News 我是黄子燕 即时通讯平台正夯 连带掀起热闹的贴图旋风 代表台湾对国际广对国际广播的中央电台 共全球人是使用 对国际广播剧场的贴图旋风 对国际广播剧场的贴图旋风